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欺人之一删 欺人成立票号 也就是银行的雏形 在最开始的时候 票完全是一种交易的凭证 但到了清代 开始慢慢有人在这一方面做文章 也就是靠绑架肉票 以交换金钱的犯罪行为 一般来说 绑票这种事都是不法分子 为了赚取外快 而做出挺而走险的行为 但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民国时期 作为上海贪处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杜月生居然也曾遇到过一次被绑票的行为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 当时绑匪要求四十万赎身 可杜月生却主动给了九十万 1937年11月9日 日军占领松江 随后上海也彻底沦险 遵从蒋介石的安排 杜月生随后去到了香港 可是还没等彻底稳定下来 在1941年的时候 香港也沦陷了他 无奈之下 杜月生又辗转去到了重庆 事实证明能够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杜月生确实有着自己的一套 尽管离开叱咤风云的上海滩 杜月生仍旧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生活滋润 不过意外也不可避免 某一日 杜月生乘坐自己的专属轿车 去到银行办理业务 可是等到回来的时候却发现 原本在门口等待自己的司机和车子都不见了 疑惑不解之时 旁边突然冲出了两个大汗 不由分说将其压到了一边的军用雪红南轿车里 随后急迟而去 不愿生自存 自己出来重庆不久 或许会不可避免得罪当地一些权贵 但是敢这样明目张胆地绑架自己的 总归还是少数 心里正寒算着水柳这个胆量的时候 身边的房匪却突然提出要求 要求他支付四十万 就可以放他走 杜月生听完 心里的一块石头暂时落了他 毕竟既然对方要钱 至少自己的性命不会有什么大碍 杜月生当即承诺 四十万完全没有问题 非但如此 他还主要提出 自己可以支付九十万 房匪显然没有想到 杜月生会这么大方 不过随后杜月生又提出要求 自己的身上没那么多钱 家里也不够 所以需要到自己的朋友那里去取 对方如果放心不下 可以一同前往 争得绑匪的同意后 车子开到了当地大企业家刘航春的家中 听说是杜月生亲自来取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迟疑 刘航春就借给了他九十万 看到绑匪在拿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大过欣喜 杜月生趁机提出 可以送他们去码头 此后的发展正如杜月生所料 在其不断抛出油烤讯号之后 房匪开始放松警惕 主动透露这辆车是别人提供 自己不过是遵从车主的安排来绑架他 后来 杜月生正式成功地从这辆军用的雪佛兰轿车入手 一步步查到习主人金九龄 至此真相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了 金九龄是当时上海滩另一风云人物黄金荣的徒弟 敢有如此大胆的行为 所以绑架他的人 自然也就是黄金荣无疑了 不过知道真相后的杜月生 在那几天却一直闷闷不乐 内心甚至还是不时浮现出不详的预感 因为在此之前 他和黄金荣也算是交情匪浅 可后者却敢如此绑架他 背后的目的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好在 几日之后 因为一封信的到来 杜月生终于进一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信是来自上海 写信人正是他当年的师父黄金荣 信中黄金荣透露 因为日本人的来临 自己这段时间手头拮据 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借钱 无奈之下 才出此下策 打算借他点钱花 杜月生德之后 并没有再去追究此事 而是探导 何必如此啊 虽然只有五个字 内心的伤感可见一般 毕竟按照两个人昔日的交情 如果黄金荣直接向他解 不管多少钱 他都不会犹豫 可后者却选择了一种让江湖人 颇为不齿的绑票行为 多少有点伤人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